未放奥运连甲日本立特别法通过 日本2020年主办东京奥运纪帕运 为了疏解交通拥塞的情况 开闭幕典礼前后将各放连甲 这项东京奥运纪帕运特别措施法法律 今天在村医院院会通过立法 这项立法仅限适用于东京奥运纪帕运举半年2020年 假日的调整是 7月第三个州一海洋节移至奥运开幕典礼前一天7月23日 10月第二个州一体预节移到开幕典礼7月24日当天 8月11日山节移至闭幕典礼隔天8月10日 如此一来 东京奥运开幕典礼7月24日的前后连起来有4天 7月23至26日连甲 8月闭幕典礼的前后 8月8日至10日 有3天连甲 通过这项立法的目的 是考量奥运纪帕运开闭幕典礼前后 会有众多海外人士访日或离日 如果调整位放连甲的话可疏解首都圈上班族通勤 学生通学的人潮也考虑到 避免针对重要访宾正要的维安出差错 这项法律今天在村议院院会进行表决时 除了在野党共产党等之外 在多党赞成 达到多数的情况下表决通过立法 双场